OK我们来接下来看第七章的这个内分泌系统的激素作业选择题的部分 下列关于激素的说法错误的是哪一个 激素是人体各种腺体分泌的特殊物质 它错在哪里呢 它不是各种腺体 因为我们的各种腺体又有分成外分泌跟内分泌 只有内分泌的那个才可以叫做激素 所以呢因为在这边呢它没有分清楚来到底是哪一种腺体 OK所以如果是内分泌线的才是激素 外分泌线的就不叫激素了 OK所以这个A呢是错的 B的话呢激素是内分泌线分泌出来的特殊物质 这个呢明显你读了A跟B你就知道了 应该是B的比较正确 A的这边呢就错了 OK激素在血液里面的含量是很少的 对激素在人体的生理活动呢重要的一个调节作用 这个也对 OK第二题各种腺体都属于内分泌线的是 呃拓液线跟胰线来讲 胰线有分两种 但是拓液线肯定是外分泌线 这个就不对了 肾像线跟心线呢都是属于内分泌线 这个对 假装线是内分泌线肝脏不适 OK肝脏不适 然后呢胃线跟肠线呢都是属于外分泌线 总之你看到它跟哎好像跟消化有关的 这些都是属于外分泌线的 OK当然还有股啊还要再加汉线啊也是外分泌线 呃还有哪些啊呃大概是这样啊 还有还有胸线跟什么扁桃线 这个是属于那个淋发系统的 OK所以要注意啊哪些线是淋发系统 淋发系统也是算是内分泌线哦 可能它有导管吧 我不是很确定OK但是呢就不是内分泌线哦 下裂器官中能够产生磁技术的应该是 卵巢啊 金郎金郎是那个分泌精液的哎 金郎还有前列线这两个呢是分泌精液的 子宫不是的素卵管也不是啦 这个也应该都是啊呃不对的哎 甲状线的技术重要的作用是哪一个 抑制人体的发育不可能抑制 抑制就是减减慢你的发育啊怎么可能呢 加快心跳的节奏 加快心跳虽然甲状线如果过多的话呢 心跳是会加快的没错 不过呢这一边呃应该这个不是它主要的功能吧 因为这个而且也比较像是呃甲状线那个那个什么 肾脏线的情况啊 但是呢这边呢就比较完整一点促进人体的 新陈代谢啦提高这个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呢 这个比较贴切一点对吧 所以答案应该是C 使人的食欲旺盛 也是会的 如果你假装进过多 的确是会有食欲旺盛 但是进入青春期 这个应该是比较像是性技术的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关于胰岛素的叙述 下列合者是正确的 由肝脏产生 应该是由胰脏 不要看到育跃之旁的就是了 胰脏不是肝脏 胰岛素是由血液运输的 这个正确 所有的内分泌 内分泌的那个技术 都是由血液运输的 可以增加血糖的浓度 可以增加 所以这个也是有点 我们的这个 但是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 胰岛素减少 它才可以血糖增加 所以当然胰岛素 本身的作用呢 是把那个血糖 转换成 糖原 所以它主要是降低罢了 对不对 它主要是降低 降低血糖浓度 才比较贴切一些 能够促进蛋白质的分解 没有吧 对这个好像没有吧 而且又没有这样 促进 促进 葡萄糖的分解会比较正确一点 或者是促进血糖的分解 把它转换成糖原 对吧 其实是有的确有这样子的降低罢 但是不是蛋白质 是血糖 好 好 有什么 对